最新消息!林首长爆出惊人消息!来届大选西联在宾州没有,包赢!快看!这句话当中的意思就是国阵又会玩臭! 马上转发! 宾城八日训,宾州首长林冠英认为,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是一场生死战,没有包胜这回事,一旦大意就肯定包输,所以唯有拼下去,让选民感受到西蒙政府做得更好。 林冠英今日前往东方日报宾城办事处向本报提早拜年时指出,宾州西蒙准备面对大选成绩的任何后果,不能太大意,因为大选是没有包胜的,尤其是最近国阵充满信心,包括副首相阿末扎西声称将会拿回宾州政权。 他们把黑变成白,说一马公司不是丑闻,公开招标的三条大道及海底隧道计划却被说成丑闻,这个特体可让他们抢词夺理拿回宾州政权。 他也说,当国阵来势汹汹的时候,西蒙绝不可大意,宾州人民也必须考虑万一国阵执政,人民要知道后果是什么,包括各类的宾州援助金将会被取消。 人民要三思,他们很有信心可拿回政权,所以我们一票都不能少,一席也不能减。 我们希望人民要有危机感,没有包胜,一大意就会包输。 当你面对这个生死战的时候,如果国阵有信心夺下三分之二一席,雪州和宾州就完蛋了。 他也希望人民给西蒙一个机会入主不成,在宾州每一张选票都非常重要,因为必须贡献给中央,包括福罗山杯,打西乳俄及假抛克底国席,虽然这三个国会选区对西蒙而言很艰难,但还是有机会。 如果宾州西蒙太大意,不止这三个国席也赢不回,甚至连原本的其他一席也会输掉,政权也可能面对存亡危机。 即使宾州西蒙过去在308及505全国大选都赢得漂亮的成绩,但林观英却表示,若一开始就抱住包胜的心态,就是失败及落选的开始。 我现在依然四处登播去打拼,人民才能看到你真正的决心做得更好,给人民一个感觉,不止做得最好,而是做得更好,他就会考虑支持你。 他指出,不要以为人民一定会给选票,没有包胜这回事,也未必会保住政权,如果不拼的话,就可能会输掉。 他举例,国阵在2005年全国大选也是赢得漂亮,但308却失去政权,因此每一届的选举情况都不一样。 马上转发。